大家好,特斯拉一天上涨了10%,如果你是特斯拉长期收入的时候,你一定现在非常非常的开心,特斯拉为什么上涨这么多,它只是因为汽车交付吗?不,它还有更多的原因,特斯拉的股价将会如何?我认为在8月8号之前可能还会有一波上涨,这期视频我将详细去分析这一次特斯拉股价上涨的原因,以及去预测特斯拉在8月8号之前这一个月股价的走势。 我会分享我个人的操作策略,我也会分享假设你持有特斯拉,或者你已近期抛掉了特斯拉,你该怎么去操作?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想恭喜一下长期持有的特斯拉工作者,你们做到了,特斯拉股价从去年的12月份最高265美元一路跌到今年最低4月份138美元,我相信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难熬的。 在第一季度财报之后迎来了一个脚幅的上涨,结果又开始不停的震荡,在一个星期之前的6月25号还是在180美元左右,结果在一周之内的股价就是从了180以下涨到了230,增长了差不多接近30%,我相信这也是对你坚持持有的最好的回报。 因为短期炒作的人,他们是无法在这个快速上涨的过程中买进特斯拉股票的,我想具体解释一下上涨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最主要原因当然就是交付数,Web Bush分析师Dan F表示,特斯拉在第二季度拥有非常强劲的交付量达到了44.4万辆,远超于市场预期的42万辆和华尔街预期的43.8万辆。 他说,简而言之,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我们相信电动汽车的需求正在回升,其实交付数给华尔街投资者,给广大投资者吃了一个定性碗,为什么特斯拉在第一季度会有那么一个大幅的下跌?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担心特斯拉今年电动汽车的交付数,在第一季度财报之后,为什么又会有一个大幅的反弹? 就是因为马斯克在第一季度的财报说,第二季度的交付量将超于第一季度,而今年的交付量也将超过去年的交付量。 这就打消了很多人对今年特斯拉交付量一个巨幅下跌的担忧,同时就在期待马斯克说的话到底能不能够实现。 这个季度强劲的交付就说明了马斯克说的可能的确就是真的,我相信华尔街也将去进行他们对整年的交付目标数的修改,对特斯拉每股收益的预期将会有一个提升。 摩根·施丹利也立马表示,特斯拉发布了第二季度交付量超与其库存减绕3.3万辆的消息,如果按平均计车价格每辆45,000美元来计算。 仅此一向就能在这个季度带来15亿美元的运营资金的流入,比他们预期的6亿美元要高很多。 这也代表着他们预计的0.9亿美元的第二季度自由现金流可能会提升。 这就是特斯拉一夜上涨10%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认为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能源。 我们可以看到摩根·施丹利说,上涨原因还包括大规模储能设备超预期的消息,他提醒了投资者特斯拉不仅仅只是一家汽车公司,今天更新的强颜表现是历史最高的固定储能设备的部署量,达到了9.4GWh,几乎是他们预测的两倍。 随着人工智能加速推动能源需求,电力生产和数据中心投资的多代发展,他们认为投资者将开始更加关注特斯拉能源。 其实我认为对于长期关注特斯拉的投资来说,能源高速的发展的速度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意外,其实马斯克在第一季的财报上他就说,特斯拉今年能源部署量将会以指数级的方式增长。 马斯克多次表示,市场对于特斯拉能源储备的需求其实是无限的,这次能源部署量比起上个季度,环比上涨了132%,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通过这个计算,你将了解在不久的未来,能源将给特斯拉造成多大的周易上的影响。 这个季度特斯拉部署了9.4GWh的能源储备设备,如果部署量中70%是Magpack,30%是Powerwall,那也就是说大概有6.58GWh是Magpack部署量,有2.82GWh是Powerwall的部署量,我们把它乘以他们对印美GWh交售的价格,就可以得出这个季度能源的营收可能会达到53亿美元,能源能有比较高的毛利率。 如果这个季度毛利率是25%的话,这也要代表着这一季度能源的毛利润达到了13.25亿美元,我们能从财报中可以看出上一季度能源的毛利润仅仅是4亿美元,也就是说这季度的能源毛利润将比上一季度上涨超过了228%,这一个上涨的幅度已经不可能不被华尔街投资者重视了,因为上一季度汽车销售的毛利润才是32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个季度能源的毛利润将达到上个季度汽车毛利润的41%,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我认为能源在这两年就将超过汽车销售的毛利润,现在华尔街对特斯拉大部分估值还是建立于它汽车销售毛利润的增长上,突然有一个能源跟汽车销售毛利润一样,你想想它的股价的估值是不是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 在我的推特帖子下,有个同学就在问,太厉害了,它是怎么达到9.4几瓦时,那很明显,中国电池储能工厂还没有建好,那一定就是美国阿索普电池储能工厂的产量的大幅提升。 之前特斯拉就表示,特斯拉现在目标是全年生产超过100几瓦时的储能设备,特斯拉在储能企业中按据这领先地位,我们可以看到报道成2023年第一季度,特斯拉在美国储能设备中占的市场份额达到了28%,位居榜首。 之前也有同学问特斯拉能源存储设备的优势是什么,那我认为除了成本以外,那更多的是它软件上的优势,不仅仅它只是极块电池,它其实是需要一个完整的软件的解决方案。 马斯克此前表示,你可以直接将MacBook连续电网,而不需要像变电站这样的中介的设备存在。 MacBook的软件还有非常多的作用,比如说可以实施监控和优化电池的使用,确保能量在最需要的时候高效的存储和释放。 通过特斯拉软件实施监控MacBook性能,实施查阅它的数据,了解系统的运行状态,还可以进行远程调试,故障排除,减少维护成本。 就好像是特斯拉汽车与其他汽车在软件上的区别一样。 对于能源效率的使用,对于用户体验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10%的增长可能只是刚刚开始,特斯拉股票的这种氛围的转变其实会非常快,可能前一天还很悲观,那今天突然出来这么好的一个交付,立马整个氛围就会变了。 接下来的股价会怎么走呢? 我其实在上期的会员视频中有说到,当时的特斯拉股价是180美元,我认为低是在165到170美元之间。 我觉得马斯克薪酬计划通过给特斯拉股价建立了一个新的底部,也就是170美元。 我现在还这么认为,我认为那就是一个新的底,因为我们在那个阶段看到了很多的震荡,那个阶段的不确定性,比如说马斯克薪酬计划,比如说这种交付都已经没有了。 所以160,170一定是他这一阶段的底部,而且我认为特斯拉股价可能会在近期有一个追涨的情况发生,因为他已经被做空太久了,然后他也已经弹整震荡太久了。 马斯克对于做空的人也发表了他的评论,他说一旦特斯拉解决了自动驾驶,并实现了机器人大规模生产,任何持有空头头寸的人都将被彻底的击溃,包括盖茨。 BLFS是我们知道大幅做空特斯拉的一个人,大量的做空其实对一个企业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引起股价下跌会影响投资者对这家股票的信心,会造成一个特斯拉融资难度的一个大幅上升,尤其是在特斯拉早期那么需要资金的时候,很多特斯拉员工都会有股票集权,股票价格大幅下跌也相当于他们的资产大幅下跌,也会影响他们工作的动力。 同时也包括特斯拉管理层,股价下跌了,他们会质疑他们的管理的方案对不对,其实都会造成非常多影响,这也能看出马斯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他可以在股价这么大幅下跌,还能够保持他的初心就是发展自动驾驶,让自动驾驶彻底去代替人类驾驶,他能够顶住所有压力,把特斯拉从一个以电动汽车销售为主的公司,慢慢转变成了一个靠人工智能去盈利的公司。 我相信在股价这么大幅下跌下,也只有他能够顶住这所有的压力,然后大家的议论,然后去做成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特斯拉自动驾驶的发展,可以说是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接下来我认为第一步呢,华尔街的所谓的分析生就会开始提高他们的目标价格。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分析师,已经开始提高他们的目标价格了,比如说这个Webush Danif,他就把他目标价格呢,从275提到了300,然后呢,对理想状况可能会到达400,我们还看到呢,Canoco把他们的目标价格呢,从222的以下提高到了254,并且呢,重申买入评级。 那第二个呢,我们在提高目标价格之后呢,我们可能会看到,那投资机构呢,开始去炒作8月8号,就无人出车的发布,因为呢,整个市场认为非常的,非常的好,那我们赶紧呢,跟着一起炒作一番,我觉得这可能会带来另一波股价的上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Canoco,那昨天呢,因为交付能源股价上涨之后呢,他是说,更关注的是这个FSD的细节,他说,特斯拉呢,在7月23号盘后发布的财报,可能带来大量的最新信息,比如说,利润率啊,比如说, 这个新车的详情啊,能源存储的更新啊等等,但是呢,他们认为有一个细节呢,更重要,那也就是说,自动驾驶的采用率,他说呢,随着呢,压住于自动驾驶呢,加上最近一个免费,适用自动驾驶的价格下调,我们知道,他的订阅费呢,从最先的12000美元下调到了8000美元,整个的订阅费用呢,也下降到了99美元每个月,所以呢,Canoco呢,就很好奇,FSD呢,现在带来的潜在的利润增长,他是认为呢,FSD的采用率将会非常非常的高,就是说到那个自动驾驶的采用率,我想很快, 之前呢,有谣传说,动驾驶采用率只有2%,3%,现在呢,稍微,你稍微关注一点的人,你就知道,这一定是一个最大的谣言,其实马斯克呢,对于他呢,给予了否认,那特斯拉真正的采用率会是多少呢,网传呢,一直传到一个10%的采用率,那他们其实是用2022年,第四季度,特斯拉公布的这个北美,这个FSD采用率,除以了当时全球的特斯拉总数得到10%,那其实真正的采用率呢,如果你当时只是除以北美总销售的摄数的话,那FSD, 当时真正的订阅率其实是20%,所以呢,我认为呢,现在的版本12的采用率呢,他应该会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这个采用率呢,我认为其实并不是接下来一个月炒作的东西啊,接下来一个月炒作的东西,一定是无人出租车的发布,也会炒作接下来发布的财报,大家可能都会预期,这次财报应该会还比较还可以,所以呢,财报加上自动驾驶加无人出租车呢, 将会在未来这一个月呢,把特斯拉的整个氛围呢,从最低点可能会调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当然在财报上呢,可能会感觉到马斯克可能又会非常乐观, 因为我们在2023年第四季度财报,我们感受到了马斯克的无限悲观,他其实整个发言呢,感觉到很悲观,那这最后呢,随后呢,就是股价胖胖胖的大跌,上一次财报呢,我们感受到他非常乐观,那股价呢,快上涨,那这一次呢,可能我们还会感受到他对于整个特斯拉未来发展的乐观,因为最近的马斯克真的就是乐观,很多人喜欢说他画大饼,那他最近一直在画大饼,那不管他的大饼什么时候能实现,那他乐观的时候,那他股价往往就真的就上涨, 还有一点可能对特斯拉股价会有益的一个地方,在于美国总统的变革,那我们知道拜登呢,其实对特斯拉一直是有很大偏见的,因为特斯拉并不是在所谓的他们的工会之中,我认为工会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组织,那特斯拉是不容易参与的,其实我们之前也看到工会对整个普特同用,他们罢工去宣告加薪,其实对他们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拜登这次在这个与特朗普的去辩论上呢,这显示出了拜登的身体可能不足以继续担任美国的国家, 所以这次特朗普上任的几率会非常的高,而特朗普呢,和马斯克的关系最近又非常的好,特朗普上任呢,对于特斯拉的肯定是比拜登当总统要更好,所以总结来说呢,我认为股价呢,会在8月8号之前,可能会有很多的炒作,如果呢,他有个大幅上场,其实我不会感到非常惊讶,那根据他炒作的力度,那如果呢,8月8号前呢, 他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点,那可能8月8号之后呢,就会开始回落,那我也将在后续的视频中去实时的关注这个股价的这个变化,现在将如何持仓得撒股票呢,首先呢,我讲一下我个人的持仓,那我在之前视频中讲了,我180以下,我进行了一个非常多的加仓,所以呢,暂时来说呢,我是不会进行,继续的一个加仓的一个操作,我也呢,不会去进行一个减仓, 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我认为呢,8月8号之前,还有很多上涨和炒作的一个空间在这里面,那对于你来说呢,如果你已经在底下加仓,那我认为呢,你就无需担心,跟我一样持有就好了,但是呢,如果呢,还没有仓位,或者说呢,你以前因为某种原因,把特斯拉抛掉了,那你现在还怎么做呢,其实在我的会员群里,一个朋友就和我说呢,他就是没有赶上这一波特斯拉股价上涨的,因为他在之前170,180,在震荡的时候呢, 他觉得可能还会震荡一段时间,他就选择了全部抛出去买入英伟达,结果英伟达又开始下跌,特斯拉这几天突然上涨,他根本没有买进去的一个时机,这其实也充分说明了短期操作的一个困难性,一个人是很难做到精准的去抓进市场,在他跌的时候卖,准备涨的时候买,这是很难很难做到的,往往呢,最终呢,其实你频繁操作还不如你就持有赚来的更多,现在他应该怎么做呢,我其实给他的建议, 还是去进行一个定投的操作,你很难在股价上涨的时候进行一个全仓的买入,这是很难做到的,所以还是每个星期进行一个定投,这样无论近期特斯拉股价上涨与下跌如何,你还是会买到一个比较平均的价格, 建立在未来特斯拉股价可能大幅大幅上涨的情况下,你即使没有180买入,你买在了210,220,他对于以后特斯拉到达2000美元,3000美元的时候,其实这个区别是不大的,但是呢,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你完全都错过了特斯拉这只股票,你一直觉得他上涨很多,一直等到回调,结果呢,最后你始终没有买入, 这可能是对你最大的损失,Cassie Wood最近呢,也更新了他整个方舟基金对于特斯拉的固执模型,他们把特斯拉的木败价格呢,从2000美元直接提升到了2600美元,你可能错过了180到220的涨幅,但是我相信你不想去错过220到2600美元的涨幅,OK,那希望这期视频呢,对你了解特斯拉股价为何上涨,特斯拉近期股价将会如何,以及特斯拉长期会如何,都有那么一点点帮助,那你也可以关注我, 推特账号,我其实会更加频繁更新特斯拉的新闻,假设你有兴趣也可以观看这两个视频,一个视频呢,就讲的是Cassie Wood翻译的机器人手机分析师,他如何认为FSD和机器人市场将对特斯拉股价造成的影响,那另外一个视频呢,其实就是我此前说的,为什么在财报之后呢,特斯拉整个氛围的彻底转变,为什么那就是特斯拉的底部,那我相信呢,你从那些视频会更好理解,为什么这一次交付会给特斯拉, 整个氛围也带来这么高的影响,其实就是确认了那一次财报会议上所有的事情,OK,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观看,下期视频再见。